身为消息来关心 只因为离婚逃不回房子 这男子居然愤而纵火 在新北市土城发生一起家庭式工厂火警事件 事后警方追查赫然发现 虽然嫌犯还是屋族的前夫 双方早在多年前就离婚了 当时男方把名下两间房屋过户给前妻 在事后自己生意失败又居无定所 因此想要把其他一间讨回来 没料到逃不成就想要放火烧光 背着背包的白衣男子走进民宅 过没几分钟人不慌不忙 快步走了出来 但仔细看浓浓黑烟不断窜出 有没有叫烤盘山啊 应该有叫吧 京香后报立刻赶抵现场 起火地点就在一楼的家庭式工厂 但当时楼上还有四名住户 包含屋主本人 还好起火当下就自行逃出 不过这起火警竟然不是意外 我前夫来放火的啊 楼下没有人 我侄子在我这边上班 他都在我说 来啊 放火烤了 我说要烤了 我儿子在房间我就赶快敲门 他来放火了赶快出来啦 原来是屋主前夫重火 这对离婚夫妻疑似是因为房子归属问题 争执不休 前夫多次到前妻位在新北市土城 工厂呛瞎 恐吓威胁要对方交出新店的那栋房子 我说你讨什么房子回去啦 因为那个长就购物给我了啦 通常会讲的人不会做啦 结果都不知道这次为什么真的做了啊 前夫很少过来啦 偶尔听到说他们在有点斗嘴 据了解67岁的嫌犯原本是在中国经商 后来因为外遇被抓包 和妻子早在七年前离婚 同时把土城的五金工厂 和新店房屋都过户给妻子 但由于后来经商失败 反台后打零工为生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想讨回新店的房子 最后闹上法院仍逃不回来 竟然买汽油纵火报复 审刑犯权对犯刑坦诚不会 次案发后警方加印规定申请保护令 这回审刑嫌犯用激烈的手段报复 结局不但是房子要不回 还可能要吃老饭 这叶志雄周瑜采访报道